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今年9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0.86%, 按月質上升0.06%, 主要包括外出用線、屋租、蔬菜等價格上升大動 由於升幅主要涉及公眾的日常開支, 即使旅行團收費、機票等康樂文化類價格下跌抵消了物價水平 但實際上有不少居民, 尤其是基層家庭仍面臨開支的壓力 以油品為例, 經科局最新資料顯示 家用石油氣平均入口價每公斤4.7元, 零售價平均大約20元 車用燃油方面, 無原氣油平均入口價每公升7.2元, 零售價14.7元, 分別相差1倍多和3倍多 而事實上, 社會早已有聲音質疑本老油品價格的合理性 亦都期望當局可以推動現有的油站, 引入車用95毋元氣油, 減少居民出行和中小微企的經營成本 客觀而言, 市場經濟有自由運作的原則, 而商品價格上升也涉及多項因素 例如是油品是期貨, 入口價未必能即時在零售價上反映 在難以一概而論的情況下, 權限部門更加有必要透過調查, 釐清事實真相 避免社會不斷出現爭議和質疑的聲音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消費會組織法和消費者諮詢 會不會兩項行政法規已經在本月生效, 特區政府將有什麼新措施, 尤其是如何確保 和民生息息相關的商品價格, 保持在合理和穩定的水平 對於社會還有聲音認為, 家用石油器和車用燃油價格不合理 會不會根據消保法規定啟動價格調查和研究機制, 以保障公眾消費權益?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李良汪議員所提及的有關消費價格的問題和今後的措施 自從成立了有關消費者委員會的有關新架構之後 有關權益法都通過了 通過了之後, 我們在這一方面會加強消費者委員會的組織和運作功能 讓他們有職、有權去作有關的調研 剛才提到有關的汽油、食品 這方面, 食品他們一直都在做的 食品他們完全沒有停過的 消費者委員會在未新的法律出來之前 他們都一直沒有停過的 他們針對性的對超市價格和專項的調查 由年初每週公佈 逾100間超市400項商品 有罪增加到現在是600項商品 他們都有價格的差額每一間超市 希望居民貨給三間 可以看回他們自己需要的產品 去哪一間超市買 有些催少會提供有關的減價、折扣等速消活動 推動消費者提出更多的優惠 所以你說有關的進一步調研的方式 我想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沒有特別的不允許 或者是不應該要做消費者委員會 根據他的組織和運作的要求 可以去進行有關的調研 去進行有關的報告 多謝你的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